好的我们这边来看一下狼队对战ACD的第三次上半场地图是胡锦纯啊 带的是张狂加封窗的破轮 没有选雕刻选了破轮 上线的话我还是觉得雕刻加可能上线更高一点张狂加底牌的雕刻 并且他的一个中后期能力其实我觉得要更强一点 但是呢破轮就是什么呢 破轮这个角色他前期几节奏快 雕刻加你居然带着张狂你前期节奏也没那么快 雕刻加的节奏要起到二阶他才算真正的站起来了对吧 就是二阶跟一阶那完全不同的 所以这里的话就看破轮能不能前期快速的在一个比较好的点位滚到人了 这边的话487这个位置 487空军这个位置看见了这个位置还真的不错 这个位置如果能够但这个窗待会可能要封 这个窗待会可能要封一下 卡着这个窗吗 卡着这个窗这个窗我给你封了就行了呀 丢个夹子 我觉得这边他带封窗的话其实可以先把这个窗给封了的 可以先把这个窗给封了的 刚才就通过这个窗爬过来就好了 这边夹子封那那那那这边还是要看 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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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边的话一手骗骗到了 切形态吃枪也无所谓啊吃枪也无所谓 空军走不了这个空军很难走 他因为这个点位的空军你走走不到一个可以牵制的点位 躲掉了漂亮这边能不能一刀有闪现 夹子追一刀 nice哇这把取悦这个前期节奏 闪现没有交60秒击到空军 而且还把这个枪给逼了 大老师又给了非常高的一个多抓率 这个开局是雕刻家完全办不到的 完全办不到的 当然雕刻家你说真要办吗 反正上来你说前期对吧 4对雕像直接秒一个人也有可能 但这个可能性只存在于剧本当中 只存在于剧本 然后通缉到的是邮差 这边的话一台机量两台机量 船后面是有人的 所以取悦这边的话也不是特别好去 那个哎滚一下这边能滚到吗 滚到一下切形态丢夹子 一个夹子打一刀 好这边吃夹救人看取悦 这边是丢夹 他如果说这边能够打一刀 刚想说他这边如果能打一刀 平地打一刀 然后可以考虑再去追一个双岛的 冲者这边的话 我觉得已经没有太多的可能性去争一个四人开门战了 而且这边通缉到的是佣兵 谁来就通缉到谁 这把的话我觉得取悦机会很大 他先滚一下 对吧 这边的话再滚回去防守就行了 换老师这边来的话位置也排到了 哇这把取悦真的节奏好好啊 这个通缉也是给力 这个通缉就是传说中的我想通缉谁通缉谁的那种通缉 冲前行通缉 对吧 这不冲个500万根本做不到的 对吧 我们普通人冲50块的那种就是上一轮比如说那个丢夹子 追谁 追傭兵吗 要不要打一刀佣兵 刚才这刀应该是想打佣兵的 他想打一个双岛 因为空军根本不可能走得掉 如果能追到佣兵打一个双岛的话 这把取悦我觉得大概率四抓了 现在的话其实四抓的面也挺大的 因为他这边通缉到的是佣兵 通缉到佣兵的话 待会儿佣兵这边不管 这个时候呢抓邮差 如果能抓到邮差 我觉得取悦制胜的一个可能性应该是高达百分之 60 穷者大概还有百分之 不止60 70 我觉得如果能把这个邮差给抓到70% 闪现60秒 这边过来找换老师的昆虫 换老师的昆虫这个点位是一个无敌点 一时半会儿处理不掉 找佣兵 佣兵手里两个互币 排邮差的点排不排到 应该是排不到了 那这边就是抓佣兵了 佣兵这个刺 吃吧 硬吃吧 那没办法 只能硬吃这个刺 没吃到 没吃到 细血脖跳掉 这个货币跳也行吗 反正中间是要跳开的 看这个夹子 飞天神夹来 给到 这边如果能击倒佣兵 有了 好的 一早击倒以后 立马开形态 去找其他人 这时候找换鹤也好 找邮差也好 都可以 慢慢的已经控住这个场面了 这边的话过来找换老师 换老师这个点位是真的处理不掉 要排邮差的位置 有耳鸣 有耳鸣排到了 排到的话 一个戏血加悲观 直接带走 甚至不用滚到这个邮差 邮差这边只能利用高低 哎呀 这个吃戏血 悲观 跟进去 抱 抱完以后 开形态 去找这边的换老师 应该就能完成一个多抓 到底是不是四抓 不知道 哇 这这么奢侈 交闪现过来 悲观 佣兵要交自己 佣兵要交自己 这边的话 因为他交了这个闪现 所以换老师还有一定的牵制可能性 如果这个闪现不交 刚才这边 如果使用这个闪现 换老师这边可能直接被秒的 戏血三秒钟 这个人不一定能救得下来 这个人不一定能救得下来 切形态等 切形态 好 一刀线带 那边佣兵还没交自己呢 佣兵叫自己 丢夹子 能夹住吗 没夹住 起轮形态的话 19秒的戏血 不用 他不用戏血 他其实滚一下就可以了 悲观 CD 卡住了 没关系 不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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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佣兵补中场的机子 但是这边的话 取悦还是要注意 还是要注意 悲观报道了 好的 先挂昆虫 先挂昆虫 对 先挂昆虫 再挂邮差 放你佣兵亮机 这边交自己了 一刀 还是得挂 这昆虫还是得挂 挂完昆虫 我觉得就把这邮差给挂上吧 佣兵这边你来救 那你来救 机子亮不了 你不来救 反正我这边三抓有了 他如果起轮形态的话 邮差这边是有自己的 牵起来再说 牵起来 佣兵这边亮机以后 可以跳护壁去把这个昆虫给捞了 我觉得其实机子直接点亮 不点亮的话 可能被四抓的 这个机子要点亮的 这个机子不能不点亮 这个机子不点亮的话 可能被四抓的 其他这个机子一定要点亮的 就是有机会能跳下 跳护壁的话呢 就跳了 没机会就算了 跑一个 他这个机子不点亮 这个状态 没了呀 这 哎呦 四抓回来 哇 今天这两只队伍 真的打得好猛啊 这叫自己的 我等那边挂飞了以后 我随便等 打个闪现就行了 这波我觉得 在决策上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当时这边是怎么样的 我用兵先把机子点亮 然后保证自己个满状态 然后尝试过去救昆虫 尝试去救昆虫 昆虫救下来 以后能拖拖 反正我这边用兵去点门 这样的话可能有机会跑一个 或者说我这边用兵码机点亮 然后发现不救人也行 我满状态带后避 我选择这边跳地窖 也可以 这两个人毕竟都是上挂的嘛 这波在最后的一个选择上面 我觉得有待商榷了 有待商榷了 取悦啊 今天取悦真顶啊 他这三把的监管者打的 我觉得满分一百分 可以给到九十分 就算了